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赐给我们新的命令 让我们彼此相爱 而且让我们按照耶稣基督爱我们的样式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 我们要彼此相爱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去爱 求神今天通过祂的话语 亲自地教导我们 是我们知道如何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 让我们去阅读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 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一到三十八节 他既出去耶稣就说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 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 并且要快快地荣耀祂 小子们,我还有不多的时候与你们同在 后来你们要找我 但我所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到 这话我曾对犹太人说过 如今也照样对你们说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 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西门彼得问耶稣说 主往哪里去 耶稣回答说 我所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彼得说 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 我愿意为你舍命 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基教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我们刚刚一起阅读了 约翰福音十三章 三十一节到三十八节的经文 耶稣把自己将要被出卖 而且要出卖耶稣的人 在门徒当中的事 告诉门徒们之后 计划要出卖耶稣的犹大 没有及时的浪子回头 随后他出去了 可想而知 当时门徒们的心情 是如何的压抑 是如何的沉重和茫然 耶稣接下来告诉门徒们说 他即将要离开他们 这个离开是指耶稣 要一个人去承受苦难 这个离开是指 耶稣要升天 离开这个世界 回到天父上帝那里之去 当然门徒们不能够完全理解 耶稣所说的离开 是怎样的含义 不过耶稣还是 把他要离开之前 重要的嘱托告诉给门徒们 耶稣最后的嘱托就好像是 远离家庭的父母 要出远门的父母 对孩子们的嘱托一样 要告诉孩子们要小心 要注意 不要在家里面出现任何的事情 就好像要远离的父母们 对孩子们的嘱托所说的一样 你们要在家庭当中彼此和睦 要彼此照顾 彼此帮助 耶稣怀着一颗慈父的爱心 告诉门徒们说 你们要彼此相爱 并且 他对门徒们说 这是一个新的命令 既然是一个新的命令 就一定会有与他对应的旧的命令 这个旧的命令就是 立位记十九章十八节当中 所提到的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和彼此相爱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耶稣为了不让门徒们混淆 与旧约命令 所以耶稣在彼此相爱的命令之上 加上了规定和样式 让门徒们能够知道 怎样去彼此相爱 耶稣对门徒们提出的要求是 让门徒们按照 耶稣爱门徒的样式 按照耶稣爱世人的样式 去彼此相爱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 是有条件的相爱 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相爱 是需要回报的爱 我爱了你 但你却不爱我 我就不爱你了 我爱你是需要回报的 如果没有回报 我就会受到伤害 但是耶稣爱门徒的爱 耶稣爱世人的爱 是怎样的爱呢 耶稣爱门徒的爱 耶稣爱世人的爱 是无条件的爱 是绝对的爱 是不需要回报的爱 是神所许悦的 尝阔高深的爱 是为我们能够牺牲的爱 是充满能力的爱 是白白赐给我们的爱 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年半左右的时间 门徒们亲身经历 亲眼看见 亲耳听见 亲身感受到耶稣对他们的爱 我们这些相信耶稣基督 在相信神的那一刻起 我们也都亲身经历 亲眼看见 亲耳听见 亲身见证了耶稣对我们的爱 所以我们要把耶稣爱我们的爱传扬出去 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活出彼此相爱的能力 见证耶稣基督 在我们当中所赐给我们那美好的爱 耶稣对彼得对门徒们提出彼此相爱的命令之后 彼得所关注的焦点却不是彼此相爱 彼得所关注的焦点是 耶稣说过要离开他们 而彼得想要知道是 为什么耶稣要去别的地方 为什么耶稣去别的地方 却不带着他们 所以彼得给耶稣提出的理由是 自己为了耶稣甚至连生命都可以舍去 为什么耶稣不让他跟随呢 彼得的想法或许是我们今天可以理解的 因为耶稣在呼召彼得的时候 彼得就撇下了所有的一切来跟随耶稣 所以彼得在耶稣面前 当耶稣说你们不能跟随我的时候 彼得的自尊心 彼得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 在路加福音的平行经文当中 彼得对耶稣回答的语气则是更加坚定的 路加福音22章33节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奸 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彼得的回答当中 掺杂了很多仁义和骄傲 这时彼得在不久之后就跌倒了 哥林多前书10章12节 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 需要谨慎免得跌倒 我们要常常的警醒 常常省察自己 谨慎我们的言语 警惕我们的骄傲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像彼得一样 一不小心就跌倒了 主耶稣实际上非常了解彼得的状态 所以耶稣对彼得预言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在基教已先 你会有三次不认我 可以说 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 对彼得来说是直接打脸的说法 与之前耶稣对门徒说 门徒当中有人要出卖自己 用这种方式来指点犹太的方式 是类同的 可惜的是 犹大与彼得都犯下了弥天大错 可是两个人在犯错之后 所选择的行动却是不同的 犹大犯错之后 虽然内心当中悔改 痛悔 但是他却找错了悔改的对象 又受到了撒旦的试探 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都知道 我们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 当我们自己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救赎的 彼得同样三次否认耶稣 甚至发毒誓 咒诅自己 说自己不认识耶稣 彼得所犯下的错 彼得所犯的罪和犹大是相同的 但是彼得选择听到计较之后 出去痛哭悔改 因为他知道悔改的对象是神 神一定会饶恕他 虽然耶稣复活以后 彼得觉得没有脸面去见耶稣 跑去打鱼 但是当耶稣来寻找彼得的时候 彼得就回到了耶稣的面前 得到了耶稣真正的饶恕 耶稣曾经给犹大和彼得 机会和出路 让他们可以去得着真正的悔改 犹大没有选择这条道路 而彼得得到了耶稣的救赎 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犹大的跌倒 彼得的跌倒 并不是与我们毫无相关的内容 而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内容 当彼得信誓旦旦的对耶稣说 就算是死也不会不认耶稣的时候 门徒们和彼得一样的同声附和 也是说就算是死也不会不认耶稣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一节 彼得却极力的说 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 也总不能不认你 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犹大的状态 彼得的状态 当时门徒的状态 还有我们今天的状态都是一样的 恳求神赐给我们恩典 使我们在神的面前谨慎自己的言语 警醒自己的行为 使我们不至于骄傲 活出谦卑受教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的上帝 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命令 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意志去彼此相爱 而是靠着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去爱别人 求你把你这样的恩典和能力赐给我们 也求神让我们警醒 让我们能够醒茶 使我们能够不至于像彼得一样跌倒 能够活出得胜的生命 我们感谢你 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 基督的名求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